罕见认输美国人承认F-22注定不敌这款战机,中国空军已装备14架F-22隐身战斗机。 我们都知道,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,在面对其他国家时,一直保持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,尤其是一支被视为美国航空业骄傲的F-22隐身战斗机。 它一直号称是全球最强战机,不过,近日,美国人却罕见认输,认为当F-22隐身战斗机与俄罗斯的苏副-35战斗机正面遭遇时,注定会处于下风,这是为什么呢? 赞助商链接 关于美国和俄罗斯现役顶级战机到底谁更强,一直是媒体和居迷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。 在近日发生的一次近距离较量中,美国媒体似乎得出了结论。 本月11日, 俄罗斯空天军二架苏副-35战斗机,护送二架屠副-95战略轰炸机到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空域执行巡航任务。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,美军紧急升空两架F-22隐身战斗机跟踪监视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近日,美国军事评论家亚列克斯洛克针对上述事件发表评论称。 虽然美国空军的F-22隐身战斗机几乎是专为空战研制,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, 如果真的与俄罗斯的苏副-35战斗机发生冲突,F-22隐身战斗机必将处于下风。 赞助商链接 F-22半飞途-95战略轰炸机 据了解,F-22隐身战斗机是由美国两大飞机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。 联合研制的一型单座双发高隐身性第五代战斗机,它整合了大量先进技术,绰号猛禽。 F-22隐身战斗机采用外轻双锤尾常规系动布局,装备住两台F-119、PW-100。 低含倒比加利涡上矢量发动机,最大飞行速度2.25马赫,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。 同时它在隐身性能、机动性能、航电设备以及武器配置方面表现都相当优秀,因此一直被美军视若珍宝。 而苏复35战斗机是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,在苏复27战斗机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改进的单座双发。 超机动性多用途战斗机,北约代号超级侧位,一直在国际社会上拥有极高的评价。 它装备住两台AL-35F-M加利涡扇发动机,最大飞行速度也是2.25马赫。 相对于F-22隐身战斗机, 苏复35战斗机拥有绝佳的系动布局,并且至少拥有12个武器外挂点,最多能够搭载8吨飞弹。 火力直相当凶猛。 赞助商链接 苏复35战斗机 虽然苏复35战斗机性能也非常优秀,但是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第四代半战斗机。 那么它如何能够压制具有一身隐身性能的F-22战斗机呢? 美国军事评论员分析称, 当指定警戒核驱逐任务时,F-22战斗机的雷达隐身效果在试据范围内几乎无效。 而苏复35战斗机在近距离格斗状态下却能够发挥最佳机动性能,更重要的是。 苏复35战斗机能够携带更多飞弹,拥有更为强大的火力,如果F-22被迫近身格斗,恐怕难敌苏复35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在2015年时就向俄罗斯购买了24架苏复35战斗机,其中14架现已交货。 而最后10架也会在年底之前全部交货。 相信苏复35战斗机的加入可以让中国空军如虎添翼。 谢谢 täll件事。 谢谢。 Walter Jay ci·